不会做螃蟹的看过来 先来教你辨别一下 底部这边是圆形的 就是母的 如果底部是尖的 三角的 说明是公的 用手按压蟹壳这个位置 如果比较硬 说明肉结实 比较软 说明比较空 这些小妙招 你可要学会了 可以用剪刀或者筷子 往这个位置先放血 提前处理 切螃蟹的时候 脚不会掉 作为厨师 你如果连螃蟹的壳都不会开 仔细看哦 这个手指的 中指的第一个骨节 卡在这边 然后食指握这边 大拇指握这边 这样子配合 一二三 轻松掰开 壳子这边 它这边有一个沙袋 沙袋要剔除掉 这个很脏的 然后正常这边给它剪平 这块不能吃 剪掉 塞 处理掉 后面这个盖子 要拿掉 然后接下来把它脚尖 用剪刀处理掉 处理完 如果有泥沙 要轻轻把它刷掉 只刷壳的地方 不要刷到肉 接下来进行改刀处理 头朝前面尾朝后 斜刀对开 切起来比较大块 这种小只的一开四 如果大只的就一开六 主页有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如果你想学习点我头像旁边的家号 就可以收藏 在豆的表面给它撒点圆 螃蟹的白发 也是有讲究的 有人说呀 你太啰嗦了 不值得点红心 没错 点是情分 不点是本分 只要认真教学 自然有人支持啦 加葱姜去腥 把水烧开 蒸六分钟 挑掉姜葱 记得把盖子翻过来 这样比较美观 撒上葱花红椒末 六层油温 嗆香气格 想学做菜的 煮夜每道菜都很详细 总有一道适合你 千万不要错过哦